各位,我们人都有灰心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们被抛弃的感觉 被很多疑惑、惧怕、焦急、挫败、危难等的事而感到灰心 灰心是人都会遇到的试探的 在处理灰心的问题时 不要让灰心上气把我们压垮 也不要任凭或沉溺于灰心之中 不然这个灰心就会占据我们的心灵而失去信心了 所以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担信我 各位,主耶稣知道门徒会因为他的死之后而感到灰心 因此主告诉他们,你们信神也担信我 那我们要如何不灰心且对神有信心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灰心 人会灰心是因为缺乏勇气 圣经说的勇气是面对不确定、逆境、危险或苦难的能力 这勇气的能力是无论发生什么事 让我们满怀着对神的应许有信心 保罗甚至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因着神的应许都是是的 叫我们得着勇气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有勇气的 撒旦的策略是用尽各种灰心的方法来打击基督徒 叫信徒不能信神的应许 最终的是叫信徒灰心上气 那当人感到灰心时,人都需要得到安慰 要得安慰是很正常的心态 但是我们经常求助安慰是为了逃避惧怕 为了指教自己的心理好过 而不是得着坚强的心去面对和克服那问题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灰心上气就变成不幸的罪 而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比如说连日看电视剧来得安慰 寻找欢爱的满足来得安慰 继续找朋友出去,要得到陪伴 要人说些好听称赞的话 听一些舒服的音乐等等 这些世界的安慰和观念都会削弱我们的勇气 最后会感到更失落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5-6节说 各位,我们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来得勇气的 无论我们遇到多么糟糕的现实 信心会使我们充满着希望 甚至以至于死本身也无法消灭那勇气 但往往我们被眼见的是来控制我们的心 那我并不意味着 神从来没有给我们看可见的证据 但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眼睛现在看不到祂 不仅如此,在我们的肉身里会叹息 也就是说,我们甚至现在无法完全看到神的能力 怎么在我们生活中运行 只有借着真理的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 才能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那圣灵是看不见的 但经历过的人便能看见基督在灵之前的荣耀 保罗是凭着信神所为他预备的地方 所以坦然无惧地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那现在我们要凭信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信神赐给我们五个应许 第一个的应许就是主与你同在 无论你所遭遇的情况是怎样 主与你同在的 这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 这里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各位同在的意思是 主自己成为我们的慈爱 公益、公益、丰盛、保护了 换句话说 主应许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全部给我们了 借着圣灵保慧师 这就是主的同在了 那第二个应许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引导 无论你所遭遇的情况是怎样 那是主万事互相效力的引导了 这个应许是不会因为你的条件、软弱、信心的大小而改变 第三个应许是上帝绝对的应运 我们无论怎样软弱的祷告 主绝对听那个祷告 因祷告是以父子的关系和寻求神旨意的祷告 这样你所祈求的必得着 什么应运呢? 就是叫你的心不疑惑、不惧怕、不灰心等了 那第四个应许是主以给你能力与足够的恩典 胜过了 主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许可苦难与问题 都是在你信心的范围与能教你的益处之下才许可的 而撒旦却是以你信心的程度还没到的地方 一直暗示你、控告你 叫你惧怕而疑惑主的信实 所以我们要确认 主在苦难当中有绝对的恩典与能力扶持你 所以你不要拒绝主的恩典就够了 那最后第五个应许就是 列邦万民都必因你蒙福 这个应许是跟你的条件与情况无关 所以不要觉得不可能 其实你先接受、开始祷告 之后看主怎么为你打开门路 催避你做祂的见证 所以绝不能轻看自己了 各位从这五个应许的这内容 叫我们得着信心而不灰心了 那虽然这并非容易的事 因为撒旦不断地用各种令人灰心的事情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但主告诉我们 祂有更显大的恩典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且能够信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各位主所为我们预备的 为我们要成就的事 是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 所以让我们将主的应许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使我们在每个叫我们灰心的过程中 看到神的帮助与引导 今天我们只要守住神 所向我们所许的承诺 我们便能走出灰心 迈向勇气的盼望了